大家好 我是无解 昨天被这里的障碍给我拦住了 往前走会直接掉下去梗屁 跳过去推木桩上高地会遇到沼泽 那木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木桩推进陷阱里 垫脚不就完了吗 看到没 这不就过关了吗 但是 来到下面我发现居然有个小怪物在睡觉 而且还打葫芦 帽子还挺危险 不过为了找哥哥 咱也管不了那么多 只能继续向前 万万没想到刚走了几步远 就碰到了一株紫色的植物 噗的一声 植物爆了 小怪物被我吵醒了 朝我追了过来 没跑多远 我就被它按倒在地当场梗屁 不过没关系 我有猪脚关环 我复活了 要想不吵醒怪物其实很简单 掠过紫色的植物不就完了吗 像我这样跳一下 跳两下 跳三下 掠过了紫色植物 我们来到了一株藤蔓前 貌似想要上去就必须得利用藤蔓 但是藤蔓没长透 根本承受不了我的重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让它支扬起来不就完了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之前的紫色植物了 虽然说会引来小怪物 但是它可以让藤蔓快速的生长 先踩一珠 然后踩到藤蔓下方 将它引爆 看到吗 藤蔓瞬间就支扬起来了 接着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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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过关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过关以后 前面出现了一个只有两块木板的断桥 这里我该怎么过去呢